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夏浅熙吩咐完这一切 便从车库里面随便开了一辆车 然后前往那一家餐厅里面 等夏浅熙回到公司 已经接近晚上九点 夏浅熙双手抱着一大袋子的布料 可是在看到金泉斌之后 迅速将目光给落在了许清月的身上 夏浅熙眼神询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金泉斌会在这个地方 你跟金泉斌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竟然对小奶狗下手 你还是人吗 许清月一双眼睛瞪得冷的 立马用眼神回答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 我找个时间慢慢跟你说 再说了 金律师长得又帅又有钱 而且智商还很高 怎么了 勿允许我老牛吃嫩草了 浅熙姐 这些就是你今天发现的那一家公司布料吗 怎么感觉这么单薄 是啊 你别看这些布料轻盈单薄 可实际上老板告诉我可以防水防火 虽然我也不知道老板说的是真是假 但是防水还不错 我们现在赶快将样衣给做出来 然后拿去实验检测 你们两个分别制作这两种布料的防水样衣 而我负责这四种布料的 现在开工 OK 好的 而与此同时 夏业公司的外面却发生着这样的一幕 几个穿着普通的人在别墅的附近来回游走着 这些人便是唐诗柔派来的 今天早上他对蓝叔说的话起了作用 蓝叔下午的时候跟他见了命 今天的工作都已经做完了 剩下一顶设备的工作我来做吧 大家也已经累坏了 等到抗红抢抢工作服的竞标结束之后 不管结果如何 我一定要好好地犒劳犒劳大家 犒劳大家的话 吃什么呢 这个的话 暂时保密 反正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你们先回去吧 你一个人做这些事情的话 还是很麻烦的 要不 我们在这里继续陪你一会儿吧 我一个人能行的 你们赶快回去 原本热闹非凡的公司 如今就剩下夏浅熙一个人 等到夏浅熙做完这一切 已经接近凌晨一点 夏浅熙走到了别墅的最顶楼 坐在了吊椅上面 打算休息个十来分钟 缓解一下疲倦 不知道这个时候 他是在开会 还是什么呢 在干什么 三十秒不到 夏浅熙的手机铃声便直接响了起来 这个时候还没有睡 是不是不听话了 我现在在公司刚忙完 等到回去之后就写书睡觉了 你还有多少时间才能回来 夏浅熙将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跟博业白的聊天上面 所以压根就不知道 已经有四五个男人 轻手轻脚的进入了公司 正往楼梯上面走来 不是让你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别出去运缘吗 果然越来越不听话了啊 突然间就想起还有事情没有做 所以过来了 我马上就回去了 我让鲤鱼过来接你 你一个人回去不安全 博业白在说到这里的时候 只感觉心脏传来剧烈撕扯的疼痛 脸色也瞬间发白 你没事吧 没事 被笔记本砸了一下脚 我要继续去开下一个会议了 你乖乖的在别墅里面等着鲤鱼过去接你 好了 就这样啊 博业白语落 不给夏浅熙说话的机会 直接就将电话给挂了 只是 夏浅熙还没放空多长时间 没想到就听到了什么东西被砸碎的声音 夏浅熙拿起摆放在一边的一根木棍 然后小心翼翼的往楼梯口走去 这几个男人的目光跟夏浅熙对视在一起 只是他还没跑出多远 头发就被人狠狠拽住 他们的动作娴熟的绑住了夏浅熙的双手双脚 再用胶布封住了夏浅熙的嘴巴 迅速将夏浅熙从楼上抬了下去 把他扔到车子的后排之后 启动车子往一个方向开去 另外一边 被派去接夏浅熙的鲤鱼 已经抵达了海景别墅 海景别墅里面明明空无一人 但是门没关 别墅里面的灯从里到外都开着 难道是回去了吗 鲤鱼想到这儿 连忙拿出手机给夏浅熙打电话求饶 希望大少奶奶能够撒谎帮他一下 电话很快就打通了 可是却没有人接听 鲤鱼的耳边也传来了隐隐约约的音乐声 于是胡 鲤鱼开始循环着音乐声音传出来的位置走去 然后竟然在一个花盆后面 找到了一个响不停的手机 糟了 大少奶奶觉得出事了 鲤鱼立马往楼下跑去 顺带开始吩咐人 调取以别墅为中心周围所有的监控 查出所有可疑的对象 迅速吩咐完这一切之后 鲤鱼又拨打了伯叶白的电话 鲤鱼在给伯叶白连续打了十多个电话 都没有人接之后 没有办法 只能给薄熙爵打电话了 您助理 这大晚上的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你没有插生活 难道也让别人跟你一样没有插生活吗 大少爷 我联系不到大少爷 大少奶奶出事了 您能不能联系的到他 大少奶奶出事了 那就去解决事情了 我大哥早就把我拉入了电话黑名单 你不知道啊 连你都不知道我大哥在哪 我更不可能 什么 我大嫂出事了 出了什么事啊 现在暂时还不知道 只是少奶奶失踪了 我也联系不到大少爷 你现在把位置告诉我 我马上过来 属于我大哥的话 那就等联系到他的时候再联系 薄儿少 你这是要去哪 难道你对人家不满意吗 不要走嘛 乖 宝贝 我有事是离开了 等过几天我才来找你 不要嘛 人家不要你走 薄儿少 人家刚刚还没 这个女人原本还想要继续撒娇 谁知道 这一次薄熙爵 直接一脚就往他胸口上面踹去 直接将这个女人 从床上踹了下去 你想从我身上得到的 只要把我哄开心了 我都会给你 但是记住 男人永远不喜欢不听话的女人 此时此刻 怀成势中心的一套别墅里面 唐诗柔拿着手机 在听着别人给他发送的语音消息 只要将夏浅熙这个女人 送到指定的地点就行 其他的事情 蓝淑会处理 给你们的钱 我也会在半个小时之内 打到你们的银行卡上面 躺在床上玩手机的布莱克 在见到唐诗柔之后 毛色再一次变得深沉起来 这一次他甚至在开始之前 把自己的手机摆放在了桌子上面 按下了录视频的按钮 然后两个人继续放纵着 而被绑走的夏浅熙 明显就没有这么愉悦舒爽 绑走他的这几个男人 把他带到了淮城郊区的 一栋古色古香的别墅里面 夏浅熙被这几个男人 扔在了莲花池上面的一个亭子里 亭子中已经站着三个女人 你们 你们这是想要干什么 紧接着 这几个女人 竟然暂时性地解开了 他手上绑着的绳子 然后替他穿上了另外一身衣服 好 好